娱乐热点明星八卦 竟在新势力娱乐 杨幂曾经自嘲她是最不缺黑料和绯闻的女明星 如今杨幂可谓是红的发子 主演的电视剧历来都不丑收视率 从公所行语到古剑集团 从今儿的范姨关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从会谈关到扶摇 杨幂不断坚持着冠军收视 忽然这一次祝梦情缘没有大爆 但收视力仍然不输给其他一线卫士 杨幂最火的一部电视剧是哪部呢 肯定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了 当时这部剧与双台均匀破一的成果 获得了全国同时段电视剧收视冠军 杨幂个人也因而得到了更多观众的认可 并连续成为了各热搜指数的话题人物 正是由于这部电视剧的营销战 杨幂做完了雅士兰蛋中华剧代言人的位置 这部剧除了在电视上收入率高以外 重要的是在网上播放量也超级高 在播出期间的10分 所以网络平台的播放量加起来已经超过了300亿次 至于其他的剧不能说不火 亲爱的翻译官还是年度收视冠军呢 收视率历来都没有掉过1% 但相比你传播范围和效应都比不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大家觉得杨幂的哪部作品最好看呢 欢迎给小编留言评论哦